都是假 亲自出面拿着盗版文宣 否认宣传罢免案 罢免案投票倒数阶段 国民党立委蔡正元 即将面临政治生涯 大考验 念念不忘她的浮显大将蔡正元 所以我认为 赢了选举了以后 还要耍这些阴招 实在不是一个四格的一个市长 在柯文哲领军之下 是已经变成一个僵尸的选委会了 蔡正元将罢免案称为蓝绿之争 是台北市长选战的延续 还在脸书上po文 暗示自己超越蓝绿 更重视国人生命安全 蔡正元爆料 他手上有一件大案子 很多条人命被困在海外 已经有人死亡了 现在不能开玩笑 家属来求救 想说找我可能比较有用 所以万事拜托 那我看到案情 是还有救的机会 所以我想说 其实最近事情很多 可是我是觉得人命关天 部分蓝绿同样对外都是台湾人 据老解是三年多前 有台湾渔船在印度洋作业时 被海盗挟持 当初包含船东在内 一共有三名台湾人 被控制在印度洋周遭某个国家 但现在已经有一名台湾人死亡 赎金的问题 比较像张安威 比较像张安威 我想是许佳森 蔡正元上周前往该国协调 请助理继续折冲 过去他也曾经介入菲律宾恐怖分子 绑架台湾旅客张安威事件 帮忙调停 何摘影视董事长徐家森 去年7月在大陆被限制出境 蔡正元也助一臂之力 帮忙他脱困 罢免案投票前一天 蔡正元制报正在处理台湾人国际绑架案 如何挽回选民的心 2月14号傍晚辩知分校 接下来网民采访台北采访报道 最好 最好